很多人过年的时候也会来买个鲜花来沾沾喜气 不过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每次其实在总统府开记者会或是艳客的时候 这个总统府背后的花圃造景也总是别具巧思哦 原来呢这是来自总统府花圃班的好手艺 而这个班长曹辉斌他已经有40年的资历了 每每他设计都能够深获总统的信赖 而曹辉斌还透露了 李前总统最爱玫瑰 而陈前总统则是偏好蝴蝶兰 至于呢 节省出名的马总统则是沿用陈前总统的摆设风格 他对花的要求似乎是相当丁 搬着大石头扛着大水盆 负责台北宾馆造景的花圃班 敲手可是能让平凡无奇的盆栽变化出多种花样 眼前这一片油花 喷水池组成的富贵花海 往往是元首及宴会中最喜目也最赏心悦目的场景 但只要短短20分钟 贵旗逼一人的喷泉花卉造型 成了适合小型餐序的盆栽布置 今天是宴请的我们会做的比较花桥一点的 今天如果是开会的或正式的 我们会做的比较浓重 比较就是严肃比较简单一点的 这么厉害全出自花浦班班长曹徽斌 美国62年接班带领九位班兵 负责打理总统府花卉布置 一做就将近40年 说身怀绝技绝不为过 就是李先生在的时候 我们那个 比如说我们府里面的红厅 清厅那个会客室 我们都是用擦玫瑰花 陈总统上海的时候 我们就该用那个蝴蝶兰 所以现在府里面的大大小都使用蝴蝶兰 从两讲时期到马总统 总统府布置从不假他人之手 令人总统喜好摸透透 花卜般不出风头 但手巧细心成就总统府的秘密花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一群 全文好 台北采访报道